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5年之前是在外面世界做圆画 后来吃饱了趁热就去渡住 就去留学了 然后留学3年18年就加入了雷虎 然后春天回学校了一段时间 然后正是开始了 然后正是 虎丁丁这个软件 其实这段文章 这段文字是从维基百科 其实百度上面查的话 其实上面对虎丁丁这些软件介绍得特别少 然后基本没有什么内容 所以说我这里就简单的由我来 我的理解 也是我听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在研究生期间 上过一门科长运出第六十虎丁丁 所以整个虎丁丁的 包括就是 就是模型啊 模型动力学流体 还是都过了一遍 就像我们以前在 就是说讲 就是以前大学 本科学玛雅的时候 也是一开始 把所有软件 所有功能 过一遍 材质模型 动力学什么的 后来再深入的 比如说你对特效感兴趣 就学特效 对那个建築感兴趣 就学建築 所以我觉得这个流程 对于认识一款 就是你从没接触的软件来说 还是挺有用的 就是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先把这个软件 所有功能 先了解一遍 每一个流程 可能不用特别深 然后就对这个软件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所以说在这里头 我对Houdini的软件 就了解 它的基本单位 不像那个 瓦雅 3D Max 它是那个 Polygon的基本单位 那个 Houdini的基本单位 是那个 体数 然后所以说 它的 它的视为维度 跟普通3D软件 是多了一个维度了 就是你头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每一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 有点像分辨率 或者是 就像细胞似的 你可以把它 看得特别特别小 如果你电脑好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东西 从分子级别开始模拟 如果电脑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东西 从体数 一个大的 大的 分辨率 特别大的 一个像素 就是 好电脑可以像素特别多 一般的电脑像素特别大 所以它的东西的话 可以 就是它这个体数的概念 特别重要 然后 具体来讲的话 虎丁丽 据说是以前迪士尼 一些做动画的 他们发明的软件 然后 其实 从大型到现在 应该有二十多年了 就是 那个 1987年 所以这种都是 至少有二十多年了 然后近几年来 发展比较快的 就是它开始关注 固定你在游戏当中的应用 然后 下面就是 简单讲一下 就是 还是学一个软件 最简单的 还是从建模开始 就是 虽然这个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学这个软件 我的入手 还是 也是从建模 然后传统建模流程 就是非线性 那个 对 传统 其实是 虎丁丽音 传统是线性的 虎丁丽音 就是非线性的 就是线性流程的话 就是不能回 就是你做完这个步骤的话 你想退回去的话 都特别难 就像那个传统流程的话 你做一个东西的话 先从中膜开始 然后高膜 就这部Rod雕刻 然后 在那个高膜的基础上 做低膜 然后 最后 那个UV 然后上贴图 什么的 那虎丁这个流程 都其实也有类似的 因为这个概念 其实跟那个 传统建模流程是一样的 你一开始做 就是低膜 先把那个大体 皮状进去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低膜的基础上 做高膜 然后 这个文件 其实 也是可以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 虎丁丽音的一个优势的话 就是 就是你所有做的 每个过程 每个节点 都可以调 你可以看到 这里头 所有空间性 都标出来的是 那个Ball 导角 导角 就是这个模型 所有导角都可以调 你觉得这个导角小了 你可以调大 随便调 而且它的Ball 运算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Ball运算 完了那些编的话 你也可以给它分组 然后 让它确定 把它Ball运算 就是 可能 马雅 或者什么一些学生 大家一开始 尽量别Ball运算 但是 那ZBrush的Ball运算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这个好处 就是非线性的 就是 你做完了任何一个阶段 你开始可以随便走 不用担心 你导角完了以后 你改 或者是做完那个流程以后 改起来 必要难 它是随便改的 所以这点的话 还是比较爽 但是同样的 由于它 它是节点式的 就是说实在的 它可能 有些人也许不会首选 拿它当建模的 因为它那个 它可能不是艺术 就是比较 这么说的 这些节点 其实比较繁琐的 然后比较乱 一开始一个box 然后一个切 这个Ball运算 然后捣脚 捣脚 捣脚 这里捣到哪去 看看 然后一点点的切 其实这个流程是非常非常麻烦 还是有点麻烦 因为这个视频 最早网上有一个两分钟的视频 它也做了把枪 然后我看完以后 感觉有点意思 然后我自己做一把撕一撕 最后我想象中 就是这把枪一个晚上就做完了 最后实际上我用了大概五六个晚上 这个流程还是很慢的 当然也有一些坑 还有就是对这个软件不太熟悉 反正就这么一步步的节点连下来 还是很复杂的 就是每个细节 然后最后连连连 就是特别复杂 还是有点复杂 然后最后就是每个切下来 然后最后再 就是这个调整no more 就是每个细节就是还原 最后再 最后再 反正总共这个流程下来 做完这一个东西也累得够呛 所以我觉得不定力不适合键膜 就是这个方法是一个方法的 但是它不适合键膜 但是也许未来吧 它这个 关于它身体结弹以后 键膜这块可能会增强 而且在那个blender blender它也是节点式的 其实它有点类似 就blender那个节点键膜的功能 比它要好用一些的 然后这个就是键膜以后 就是上面上枪梭的 然后底下分阻 然后就是墙墙各个部位 你可以完全分开做 最后 然后最后让它结束成一把墙 因为我这个是那个 新版本的 新版本 以前可能是一七点几座的 然后一八点五以后 有些节省会有问题 就是这个 Houdini 就是还是建议 如果出了新软件的话 大家还是要第一时间用新软件 就是它迭代的还是挺快的 就是有一些 以前软件做的东西 那新软件以后不支持 它就会报错 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种情况特别多 就是每次迭代的新软件以后 很多东西以前能用的 就是新软件 就是用不了 就是这种做完以后 这个流程以后 就是你做完钢膜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抛地杠 这个概念其实跟抛地杠一样 就是跟Sandy Marx一样 它是那个抛地杠 然后你在这个阶段 可以把它转弯成体树模型 就有点像ZBrush里头 把它变成了一个高膜 然后就是剪面 因为这个它是体树的嘛 所以一些细节的话 它都给模糊掉了 但是其实的话 分开的话 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这些剪面的话 也是就是剪到那个4%面 最后 最后就是导厨的话 可以完成高膜的制作 然后第一个的话 也是通过剪面 因为这个剪面的话 其实古丁丁 它是有很多很多东西的 它可以完成的 就是完美的做好一个枪 就是基本上可以满足 试试它有些的需求 因为它布线其实是电脑算的 虽然能大体地保持这个形状 但是它的布线不是特别规整 然后这一段的话 就是把那个 就是发现修正以后的话 就是展UV 就是 我现在忘了 UV那个界面怎么打开 就是这个节点的话 就是自动展UV 然后 这节点就是 这UV就展上去了 这个低膜的话 就是 虎丁丁就是自动生成了 然后 其实 还是可以用的 我觉得 虽然 就是 就是 物线有点乱了 因为未来如果学化武的话 无线面术的话 其实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不建议用 虎丁丁建模 这点说完以后 大概就是这些流程 我忘了 忘了怎么打开UV界面 嗯 是吗 你也是 五号的 对 对 对 你看它 就是那个 就是 程序生成的UV 它有点 能调吗 这个 这个是可以手动调的 然后 那个 它比较一些规则型的东西 它可以就是很快的把它调的还是比较好 不规则的话 它就稍微的 把它切得比较碎一点 但是这个方法是有专丸展UV的东西的 我这只是用过最简单的节点 一线展UV 可以在这里面自己手牵 那个 反正这些东西都可以调 然后 它也是根据一些算法 算法 停 就是 未来UV不那么严格的话 可以做这个 这都可以导出来 这个 这个节点就是把你的东西导成FBS 导出来以后的话就可以进行下锅 甚至您可以那个 但是这个D模式不现有点乱 我记得那种拨热UV是可以导出五边线 四边线的 嗯 它可以导出四边线的 是的 但是它四边线 然后这两个都不介绍 反正是 它的键模式不介绍 这个键模式不介绍 这里可以下彩 对了 也可以 用油皮刷 那么 那这只 这我其实也给它上了 基本上下锅手段的彩 就是 这只用巧合颜色的 也可以 就是 反正方法很多 那是另一个纬度 然后当然肯定不如主流的那种坏 它也可以就是 比如说那个 做一些材质 它可以 呃 待会儿 待会儿就是 它可以 那个 比如说 那叫什么 好像做 不损 那个 可以 对对 都可以 这个就是 我上了个简单的材质 就是 就是高膜 简单 它可能跟那个 什么渲染渲染的东西 渲染渲染别的一样 就可以转 然后呢 就转换到工作以后 你做一把枪的话 基本对这个 这个 这个 建盒的必要了解以后 在工作中还是要落地的嘛 落地的话 就做了个桥吧 因为当时这个桥 就是这么一个桥 我想就是 虎定是能做的 我觉得用传统方法做 没什么意思 这个桥 而且虎线什么也不能改 而且当时他给我的桥 这个大小 都是很 很泛泛的 然后那个大小 怎么用啊 不知道 然后呢 我在虎定做以后 事先暴露几个节点 在镜头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条 你可以随意的调整个巩步啊 然后那个栏杆大小 长短间隔什么的 就是 这 然后 然后 当然最后 导出来以后 我又手动 延长了一点 手动展的幽微 但这个方法 其实它可以生成预支剑 你可以把它 导到那个 虚幻四或者是 用力挺头 导进去以后 你可以在那里头调 就可以脱离那个 蝴蝶脸 然后直接在引气里头 就是你等于生成了一个工具 你可以脱离蝴蝶脸 在引气里头 你调整 调节完你想要的那个 调的大小长短以后 你把它背个成多边鞋 最后出来的效果 其实跟渐渐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的优势就是 你可以手动的调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调 我给你工具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就生成你想要的调 这个大家要多久 这个 这个其实 其实我也是看网上教程嘛 网上教程大概 就是也挺点难的 就这么点东西 一边学一边在做 对对一边学 反正其实尤其是YouTube上教程很多嘛 因为我这些东西 其实我也是互联网的 方有工吧 那我问你问题 你现在这个词是你 另外是生成了之诺 自己再重新去展到YouTube 对对 重新展 就说那你没有成功 方式过在Va里面 那可以 尝试了 但是那个 我之前试过 我还是没理解他 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跟那教程是能力展出来 我之前就是拿它做过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说我这种规则的东西它特别好展 因为它还是需要一些代码的 就把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分成为优位重合 它可以展 但是那个我没理解 我不是特别会 但是还是蛮复杂的 那也可能需要一些代码 但是它可以完成的 然后下一个维度就是 就是能继续讲了 下一个维度就是那个 就是如果那个 就是更深层一步的话 就是我这从易到难嘛 就是刚才那算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再难一点的话 就是比较那个 就是程序化地形 其实这个Hudini 就是我觉得它最早运用的游戏当中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它对那个程序化地形 深层的话它有之比得成独厚的优势 然后我这个地方就是大概一些我的练习 也是从网上面 包括那个 这个就是自己生成的不同类型 就是这个是那个纯背形图片 就是生成一个南疆 南疆 这个地形是纯背形图片 然后生成1比1 就是纯背形游里的Dapper 大家就介绍一下这个制作 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 这个骷髅头的话是一个模型 然后你把它映射到这个地形上面 可以生成一些特殊的造型的地形 就是一个骷髅头映射上去 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学队之前 其实沃尔玛信什么的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也好像有 好像也有 好像有 沃尔玛信好像也有 所以当时我觉得 但是我那会儿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功能不错 就是你可以把我们行 当然你要给它做一些扭曲什么的 生成一个自然的地形 还有这个陨石坑的话 而是需要一些表达式的一些 一些那个 这个比较难的 别看这一个坑吧 它需要一些表达式 就是拍摄里面 实现这个 有点3D数学那种感觉吧 就做这么一个陨石坑 当然你要不严谨的话 其实也能做出来类似的 很简单的方法 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3了 它其实很简单 反正这种山的地形是特别简单的 我是觉得比 可能沃尔玛圣 比沃尔玛圣很简单 这个就特别简单 然后这个就是 大家想做一个练习吗 就是南疆 南疆的特点就是 冬天的话雪特别多 然后夏天的话树木特别多 就像我想做一个场景 对比特别大 就是冬天和夏天 做一个场景 然后这是这两个网站吧 然后当然这个网站是美国 就是这个网站的优点是 它可以那个 不只是能下载这个模型 就是地形数据 它还可以下载那个植被数据 就是它是那种拿那个飞机吧 就是那个卫星扫描 把飞机上扫描下来 它可以就是在这个地形上面的植被 它也可以扫描下来 你可以把植被跟地形分开 地形上的单独是地形 然后植被的话它数据也占 就可以精确地还原那个地形上的植被 哪个地方有树啊什么的 它都能还原下来 就是这一网站 当然全是美国了 就每一个点 绿颜色的地儿的话 一般包含植被 红颜色可能不包含 但是全是美国的 然后这个网站的话 就是 就NASA NASA抽建的那个 就全世界都有 然后就这收了个南疆 然后可以生成高度图吧 这高度图同时在外面 甚至什么都能用 但是它只有高度图 没别的 然后今天就是把它倒在那个湖地里头 然后整理一下那个 你可以 我想让它两边的山高一点 中间是个洼地 有点像盆地的感觉 所以我调整了一下 就是你可以修改 而且你觉得它那个基底也不够的话 你可以锐化着基底 然后进行修改 使这个地形细节更加丰富 然后紧接着就是 给场景增加一些细节 然后这个腐蚀的话就是 它会那个根据地形 比如说雨水冲刷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 雨水还有 还有一个热 还有一个蒸腾吧 就是好像地形 随着时间的话 水分什么都会蒸发的话 就是一个是往上走的 一个是往下走的 然后给这个地形 生成更多的细节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湖地域最大的优势 当然 其实它呢 其实湖地域很身影 它是生成Mask 就是 你可以给它 生成很多Mask 比如这个Glase 是绿颜色 是长草的 然后黄颜色 是土呀 然后黑颜色 是石头 它可以生成很多 上线只有三张吗 嗯 上线只有三张吗 就是 这个是同时显示的 只有三张 但是它其实你 你把这个 再整出来 它可以显示很多 对 但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 这是一个 预览节点 它只能显示了参导颜色 当然包括底的 这个您可以调 那个 它是根据高度调颜色的 你可以把它那个 刷成一种颜色 就是同时显示四种颜色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颜色 調得多 但它只是根据高度显示的颜色 但是它可以 可以显示很多,在这个只能显示什么样子,而四不四种颜色, 然后这个就是我分成这个植物,这是雪,然后雪的话的话, 我就想也是可以调整蚂蚁壳,比如山上的花, 低处的地方的话上面也是有雪覆盖的,然后山上的话就是, 就没有雪了,然后就可以很人为的调整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的话,同时我这里头其实也有河流, 然后有那个一些东西蚂蚁壳,这个只能显示三个蚁壳, 在这上面显示,然后就是散点,这个散点的话, 是蚂蚁壳地形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别的软件做不掉, 只有蚂蚁壳能够做的话,它可以根据你的Mask, 然后撒上点,然后每个点上面,你可以指定这个点上的是什么植物, 同时的话这个撒点的话可以撒好几集,就是第一集, 你撒完点以后那个植物,比如说第一集是个树, 然后第二集的话,你可以设定在一个树周围,是什么植物, 就是这树周围生长什么植物,一些灌木啊,矮树啊什么的, 它可以生成自己的生态系统,就是这个功能的话,别的软件, 包括比如说虚幻4子,那个BluPlan都实现不了, 就是它需要一些功能的话,它可以真的是实现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 比如说矮树啊,小树啊,一般树林边缘的话是一些小树, 树林越往里的话,树子越老越成越大, 然后包括每个树周围长什么植物, 然后它可以生成特别,就是你真正生态环境, 然后在这种植物上就是说长树的地方嘛, 反正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又生成那个地茂, 就是这每棵树的话, 当然这棵树如果你后期要编辑的话, 你可以把它背给成Folage, 背成Folage以后,但是根据地形, 你可以修改刷哪不想要的树, 你都可以修改,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可能我,正常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把它背给成Folage以后, 你刷这个地形,这个树我是不跟地形走的, 就是你要把那个地升高的话, 那个树还是原来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树刷没了什么, 但是你如果点出这个树, 然后按下那个暗的,就是虚幻四领头那个吸附地表的话, 那个树就自动吸附在这个地表上, 然后你再编辑那个地表, 那个树就跟地表走, 但是如果你要生成一个大树, 大森林的话, 每一个都这样的话, 那都太麻烦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霸子,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有点不方便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 当然这个地形的话, 也可以背得成那个, 呃, 呃, 哈德兰呢, 也可以背成地形, 那背得完地形以后, 就是, 这个地形会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以前, 比如说, 虚幻四自带的一些功能, 背得成地形以后, 它就, 它就不支持了, 所以这块, 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这些问题, 你用过以后, 我就会发现, 然后呢, 就觉得, 就是, 还是, 就是, 这些坑啊, 这些真实美者, 然后, 大概一个效果就是, 你想做一个大世界, 就是在这个树, 树周围, 撒着这些石头, 然后一些灌木, 就是东河湖地链, 一级伞点, 然后, 然后根据这个, 一级伞点以后, 生成二级伞点, 这就能生成一个, 自然环境了, 然后包括了这些, 森林边缘, 反正, 它的优势就是, 生成的那个, 环境是随机, 但是它也, 你可以赋予它一些规则, 然后生成的地形, 是很自然的, 就, 比手动刷的话, 还是要, 还是要快很多的, 你就是, 它是, 它是很加, 很程序化的一点, 然后, 这个地表, 雪的也是, 就是, 包括这个雪的话, 上面的雪, 和底下的雪, 是不同的材质, 然后那些雪, 包括, 你可以透下, 就是, 后期人工做的那个, 东西很多嘛, 你可以, 你就是, 调节, 透下地表的那些, 多少啊, 什么什么的, 反正, 这个就是做一个大地形, 就是, 初吃的话, 就是能, 能解决很多工作量, 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 当然它也可以, 那个, 生成多边形, 比如说, 现在远山, 或者天悦, 那项目的远山的话, 就是有好多行, 卧尔玛信好像也能生成多边形, 但是, 虎丁利, 它, 它也可以生成多边形, 同时, 这个多边上面也可以撒点, 然后, 那些点的话, 之后的话, 每一个点, 就是, 在引擎中, 你可以赋予它, 比如说, 树, 它是空出来的嘛, 你可以导入, 任何你想做的那个, 模型, 然后, 导入去的话, 那个点上的话, 模型的附于那个点上, 然后, 软箱上, 就可以有一些细节, 有一些树木什么的, 这个是别的软箱做不了的, 就是, 所以, 虎丁利, 对于地形来说, 它的, 最大的优势就是, 三点, 它可以有, 还有地图吗, 有地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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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传统方法的东西, 还有就是, 以我的实践来说, 那个, 就是, 最近做了一个东西, 就是你在虚幻4里头, 比如说, 一开始, 你要做一个地形的话, 那个传统方法的话, 你可以用传统方法, 就是我, 据我说, 这天玉兜传统方法就是, 手刷嘛, 当然, 虚幻4它自带的有一个叫, Land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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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基于Bluepin的一个插件, 就是一个, 一个工具吧, 就是, 比如说这些河流, 山川的话, 它是一个很快捷, 很快捷的工具, 我曾经尝试拿虎并利生成这种工具, 就是特别慢, 虎并利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 你想做一些东西, 它要涮很长时间, 特别慢, 但是, 就是虚幻4, 这个自带的工具, 从4.25开始, 它就, 就是, 有了这个工具, 特别快, 就是, 即时的, 你想改地形, 就随便改, 就是, 它是即时的, 但是, 这个工具, 在虎并利也就特别慢, 就是, 你调完地形以后, 你把它伸成高度图, 在高度图里, 你可以导入虎并利, 当然, 你也可以导入沃尔兰马圣, 然后, 就是, 根据, 你之前的那个, 就是, 你做的那个, 构图, 关卡设计, 然后, 我这个方法, 然后, 我这个方法就是, 在沃尔兰马圣以后, 生成一个大山吧, 因为沃尔兰马圣做这个山, 其实也蛮简单的, 还挺自然的, 然后, 和牛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 但是, 我这头要生成一个沙漠的话, 我在湖底里, 我就, 我就, 沃尔兰马圣, 生成那个不太好, 然后, 我在湖底里以后, 生成了沙漠, 然后, 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然后, 待会儿, 可能会演示一下吧, 如果有, 说这么, 时间有点不够, 反正, 我在想演示一下, 反正, 这个过程, 待会儿, 把两个, 结合, 一般流程的话, 还是结合, 其实, 湖底里生成的地形, 它不是特别的, 就是沃尔兰马圣, 它必须是, 专门做地形的嘛, 它还是很快, 很方便的, 然后, 沃尔兰马圣新功能, 就是4.4008功能以后, 就是, 还是挺强大的, 就是, 比以前好那么很多, 但是, 就是, 然后, 生成完以后, 当然,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们的单位换算, 就是, 其实, Houdini对循环4, 是, 单位是一样的, 但是, 你要把他导的那个沃尔兰马圣里头的话, 咱们需要一个公式, 计算一下, 不然的话, 把它合在一起的话, 它们会有偏差的, 这个问题其实挺大的, 但是, 也是, 试坑还是, 还是能解决的, 最后就, 最后就, 把这个地形在导的那个虚幻, 虚幻4里头, 这样的话, 反正就, 就, 这个地形还是比较自然的, 沙漠什么, 它赋予那个材质, 现在, 你的点的话, 就是散点了, 然后, 这个只是做一下示范, 后来, 之后的流程就是跟传统的流程一样, 你可以刷地表材质, 然后把它背着成那个地表, 就, 就一模一样了, 然后, 最后一个, 下一个就是, 我认为, 虚幻4, 就是, 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 就是, 它是成绩化建筑, 成绩化建筑这块, 就是, 你可能在网上看过很多大神的, 就是一个boss, 随便摆一下, 我们一件深圳特别复杂的建筑, 就是, 就是, 一件深圳很多城市啊什么的, 这个是, 我觉得它是未来, 除了地形之后, 另一个, 就是做大世界, 或者, 模拟城市, 其实现在做城市的话, 几乎就是这种地理, 没有别的办法, 嗯, 不是, 别的可能是那些旁边绝大, 不到浮丁力, 其实, 在工业设计, 或者工业领域, 它最大的, 重要是做城市, 做当年的利息, 嗯, 你看来, 反正, 这个的话, 一个例子就是, 我生成一个城市吧, 就是, 这个城市, 就是, 这个城市, 其实也是根据卫星地图的, 好, 那个, 它也可以把那个, 柳约什么的, 某一个街区, 就是那个, 数据截下来, 放到土丁里头, 以后, 其实它比较深, 就是每一个建筑的话, 它会给它赋予, 比如说, 这个建筑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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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就是每一个建筑, 它, 它的作用, 这个信息的话, 也在那上面, 其实, 你可以赋予, 就是每一个建筑, 嗯, 但这个, 这个年限是随机的, 但是, 最后的话, 你可以让每一个建筑, 有不同的作用, 它可以做一个, 还是满个, 精致化的城市, 就是, 这个高楼大厦, 背景的高楼大厦, 传统方法, 就一个一个别, 可能还是太麻烦, 但是, 不定的话, 就是每一个高楼, 这个是随机的, 随机生成的高楼, 你可以, 在引擎里头调, 你想要的高楼历度, 高低, 大小什么的, 反正, 但是,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高楼, 踩这个高楼也是的, 对, 它其实也是, 散点嘛, 其实, 进去的是一堆点, 这上面的那些模型的话, 就跟那个, 邱尼庭的, 普通的似的, 其实, 每一个都是普通的, 然后, 你可以调普通的话, 可以调整个城市的, 你会发现, 这些建筑, 其实不是都一样的, 有些不一样的建筑, 就是, 我根据那个, 就是建筑信息生成的, 这个是蛮简单的, 然后, 再复杂一点的话, 生成一个, 这个, 这建筑的话, 有破水嘛, 然后, 这破水, 就比较复杂的建筑, 因为, 这是一个例子嘛, 它其实有很多方法, 等会儿有时间, 给大家分析啊, 这个例子, 就是, 你在建筑中, 创建中, 整几个box, 然后, 浴质店导入去, 又指定这个box, 然后, 把这个box, 就变成了一个建筑, 同时, 这个建筑上面, 那些破水啊, 破洞什么的, 都是可以高度指定的, 你在哪儿, 想刻, 你找一个box放在那儿, 然后, 指定一下, 然后, 它就是那个破洞, 而且破洞上面会有砖, 接着砖的话, 也可以指定, 然后, 就破的大小啊, 还有形状, 随机度啊, 包括那个楼顶, 你想让它, 见到有没有顶, 有没有那个顶, 就是, 顶,顶身破水的, 都可以定, 然后, 这就是我大概, 今天的东西嘛, 剩下的时间, 就是, 快速给大家, 演示一下, 然后, 这是刚才这个场景, 我们是想看, 我想象中, 今天人特别多嘛, 大家来点互动嘛, 就你们想看哪个时间呢, 早晨白天晚上, 还是夜晚, 还是日出的, 因为, 十五吧, 我想说, 除了白天都行, 白天是没什么, 白天, 白天, 黄棍, 西夜, 嗯, 我也想再展示一下, 因为刚才, PPT呢, 这个是日出嘛, 然后,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日出, 大家这个主要是, 看这个建筑, 就是实力, 其实, 对, 反正这个, 这个场景的话, 我基本所有建筑的地形, 都是古地地生成的, 然后, 在这个观看以后, 展示一下, 刚才, 包括地形, 还有, 我们来建设这个东西, 嗯, 有两个, 我应该稍微打开,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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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打开的过程呢, 还可以先看, 应该有块, 就是这个, 这个灯, 因为这个灯, 是夜晚的朋友, 这个灯光, 这灯点长, 好, 好, 有正常, 好, 好, 这个场景中, 嗯, 当然, 就一点技术, 这场景做的也挺辛苦的, 然后也是可以玩的, 然后, 金树也, 金树也还超, 都这个建筑吧, 这个建筑可以看见, 这个所有建筑, 都是固定形成的, 就是上面这个点, 你看, 有的房的点是正常的, 有的房的点是破碎的, 嗯, 这都可以调整的, 包括这个大洞, 这大洞, 我展示一下这个建筑, 就是大体轮廓的话, 是那个, 固定形成的, 你看, 细节都是后期加的, 然后, 所有建筑, 包括远处的建筑, 下面的点, 包括倒摊什么, 这都是固定形成的, 嗯, 反正, 就是这个建筑, 就是这个建筑, 把它给大家分析一下, 啊, 其实, 对, 对, 我在, 具体再看, 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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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这个建筑怎么用呢, 这只是一个小工程, 嗯, 嗯, 就是, 展示一下, 嗯, 因为这个电脑四年墙电, 现在一能监体, 嗯, 刚才能保证到, 三十多支一并行, 就是这个, 这一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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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刚才这件报的是, 就是, 最早的话, 就是, 最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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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是, 把预制键拖进去 我来展示一下 就是什么叫预制键 就是HDA 就是Houdini Digital Assets 然后正头我正头有几个预制键 就是每一个房子每一个建筑的话 是一个 因为这个版本其实 这Houdini的版本是那个 就是18.5以后又有巨大的升级 它是个V2 就是还是Beta版 就是它那个 就是之前Houdini好多UI都改变 然后你一直见的话又多了个DA 就是有一些功能的话 可能就是用不了 以前的人现在用不了 可能它需要重新再用新版本 反正我再演示一下 反正我再演示一下 这就是Houdini Digital Assets 在Houdini以后 就是生成个工具吧 然后导入的话需要编译一下 稍微 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比较慢 还是有点慢 因为就是 你可以看过那个FARPINE 就是 入导危机它们的预制键 整个导入特别快 但是 我是觉得它们是做过 是自动的优化 但是Houdini它还是有个缺点 就是你都每一个节点 就是不能那个打开 就像虚化四式的 它可以那个 会C语言的话 你可以把它优化编译 Houdini它是一个密闭的 就是那说的有点多 这就是刚才 就是这个 这个形状是默认的 然后 我现在 就是 就是 我现在 这整个BOPS 随便做 做一个BOPS 把它变大了 就是这个 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的话 这个BOPS 必须是在那个 坐标 世界坐标 有点 然后它必须 因为 我这是有点问题 就是 然后一看到我3D数据 还不算太过关 就是 这个BOPS 还得往下一点 然后它 生成以后 嗯 点开这output 点开output 以后 它就回来了 然后你再 指定一下这个BOPS 然后 它就编译一下 就是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这个BOPS 所在的位置 就生成这个建筑 但是现在 现在 其实 就是 就是好像 Asset 又破了什么时候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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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 还是有一点点 不一样的 就是 这有一些问题 就是一些小挂着 我还是 这个 这个 是吗 是吗 我是觉得 没准我 3D数学 没学还 但是这个其实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结构 但是今天也有个大王 然后这个就是生成了以后 那个 就是 然后 那个破水 就是 这个楼 其实 这个楼 你可以看见 就是 其实这也是一个网上的教程 但是那个网上的教程 它这个楼 只是楼底 就是 这儿有个开关 可以 就是 就是 后面这个楼底 后来我自己DI了一下 这个功能 是我发明的 就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我可以给它外部导入一个 抛地盖 这个 这个楼就分了 当然楼底是没的 因为一般也看不见你楼底 这是我发明的功能 就是 我可以 生成一个抛地盖 就是 让它穿进去 比如说这个楼的话 但是想像它在扣手以后 往后呢 在这里以后 你可以外部啊 output 就是 是这样吧 嗯 嗯 应该是 就是 这个 点开 因为这个是那个switch 就是 它有的是 对护不对护的 有有乱 反正有的是 就是 点开这个功能以后 就可以实现那个外部模型 就是 就是 在 它就是编译 每作业过程的话 编译处有点慢 这是特别烦的 就是 可能根据我电脑不行 有关 一般 电脑慢就叫电脑 反正 它编译完以后 你就可以 在 选择这个以后 指定一下 它又编了一半天 但是正常情况下 这儿应该会生成一个洞 当然 是有点慢 是有点慢 当然 这还不是就是很复杂 我只能想把这个系统 就是 结合在那个 地形 什么上 反正就更慢 就是 它本来就 哎 这个洞在那边 它动的跑这边了 然后通过这些 一些参数吧 你可以调节这个洞的大小 然后而且这个模型 就是 其实这个工具的话 你可以整一堆BOX 你可以生成一堆BOX 然后同时 生成一堆房子 然后包括这个球的话 你也可以整好几个 整好几个 它是对应整个系统 就不是一个一个 就是 你可以整好几个球 它可以生成好几个洞 然后反正这个洞的话 应该比刚才有一些不一样 都可以高度制定义 然后 我给大家讲讲 就是这个 这个工具 这个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然后讲讲 它是怎么 生成 嗯 其实这个的话 你可以 都可以直接 在那个 在里头 打开这个预制键 都可能 给定义 其实可能 不用开 因为今天时间 比较短 我可能讲完这个 就差不多了 就是地形的那个 其实 地形的那个 啊 这个 就做一个代表性吧 但是这个的话 其实 人家大佬 你不知道 演讲的怎么样 反正这个 这个就是 它做一个东西的话 它视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会把一个东西 比如说 Polygang 转换成体数视围 它是一个视围的转换 然后是一个 就是 感觉当时我做的时候 就打开一个 新的大门吧 就是你做一个东西的话 原来可以这样做 就是 这就是刚才那个 基本是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预制键 然后可编定以后 你可以点开 点开以后 大概再讲一下 其实有些东西还是挺舒展的 大概讲一下 首先外部的话 哎 怎么没有啊 外部的话 这个接口的话 就是你可以外部导入门行 你可以外部导入门行 你可以外部导入门行 然后 这个是 这个功能 我可能 嗯 不是百姓能买正确啊 我有点忘了 这个功能的话 就是你这个豹可以是斜的 你可以让它有硬角度 但是 这样的话 它自动把这个豹打直了 然后 这个方便计算一下吧 然后这个 我不是老豹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这是个 这个方便计算一下 就是 这个豹是 它可以 就是 就是每一个东西 导进去 它就算一遍 就是这个豹是 它可以和好几个 不是就这一遍 你可以从外 同时导入一堆豹是 一个城市 然后它一个一个算 最后的话 等于这一个节点的话 就可以 把很多豹是同时算成建筑 所以就算一出 然后进去以后 嗯 就是 因为它就是做标吧 这个豹是坐标 底部是最重要的 它接地的位置 因为刚才我有问题的话 可能我这个接地的位置 你那个坐标中心线 靠下了一点点 或者怎么 可能这是个问题吧 回头我再研究 然后反转发现 然后 其实刚才这个系统 还有就是这个建筑的形状 也是可以 随机生成一些不一样的形状 我 反正这个的话就是 它把地接 你可以分成 比如说一个大建筑 小建筑 一个大建筑 你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份 然后这个的话 随机 随机 就是可以变成一个 马蹄形的建筑 然后就是随机生成不同的建筑 就是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删除 但是随机的嘛 可能会有单独一块 不符合 但那个 就是让那个建筑很怪嘛 一堆是一堆在这旁边有单独几个小盒 这个是把那个小盒子删除了 然后 就是删除 这些小盒子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把这个地基 其实刚才那个报告式 别的都没用 就是这个地基有用 然后这个的话 再把这个报告式 再通过这个地基 把它生成一个完整的地图体 这个的话 这个节点的话就是 就是虎丁里头最常用的那个 那个 标利 就是建筑生成器 这个里头的话 你可以从外部导入模型 就是 这个 因为我这个方法 反正就是外部导入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 链接到那个引擎里头 外部导入有些问题吧 但这无所谓 然后这个 给这个外部模型 赋予一个名字 就是 这是墙 这是那个 底层前二 这个当然 就大概讲一下吧 反正 就是 你可以 外部导入一些东西 给它主要是用来 赋予名字 然后让那些东西 去他们该去的位置 然后删除一些 没用的信息 然后 一些东西 然后 这个话是给它 起个名字吧 给所有人 这叫 叫一个什么 就不如不如 待会后面都 反正这每一个前阶 都是不能出错的 都特别 特别 特别 最后把这个 就是把刚才那些外部导入 那些赋予的 这个 这里头 你可以 就是刚才那个名字嘛 窗户啊 壁基啊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你只要在里头 打入这个名字 是 刚才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 把人调节轴向 什么的 调节好啊 然后 就赋予上去 它就直动去 该去的位置 这里头 第一层第二层 是不特的 然后第三层以上 它就算 就是一种的型 然后 可以 就是这样 然后 甚至一步 比较复杂 就是 这是刚才那个 固域 然后 因为这个是有防点的吧 就是这个防点很重要的 就是 就是刚才那个 这都可能比较 那个 复杂 我大概快点讲 就是这个防点 把防点挪下来 就把这个防点干部选出来 然后把这个防点变成 那个 就是让它的防点破水嘛 然后 这个就是让那个防点破水 随机 然后 一步一步 嗯 就是 就是 就确定这几个点吧 这个防点 这几个边上的 分成几个点 然后 生成这个 反正就是 我生成一个圆 然后把 让它变成那个 给它加了个噪点 让它变成随机形状 赋予在那个 边缘 报纸边缘 那几个点 大小也是随机的 啊 反正这点是挺 但是这点 就是把这几个 多边形 变成体数模型 就是 然后 然后 让它调节到 当然这个就是开关 你可以选择 因为 刚才那破水 防点破水的话 其实就是这几个 乎尔并算 你可以选择 有这个东西 也可以选择没有 这就有一个开关 然后 这个的话 我又加入 其实我自己 DIY的部分 就是我加入一个外部 棚底的话 我加入一个外部模型 就是 你 你也可以选择有没有 外部模型 外部模型 它其实跟防点道具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把它整进来 就是 这儿 它除了防点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外部模型 倒进去 也变成这么一个 可以报尔并算的一个 一个体数 体数吧 然后 扩大 这点也很重要 就是 你会发现 我这个砖 就是 这个砖 这个砖 这个砖缓的话 这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砖缓呢 就是那个体数模型 我把它扩大了一点 这个的话 就是 一个小体数模型 一个大体数模型 之间的空隙 也是放砖的地方 然后 这儿的话 就是可以 可以那个 就是实现这个功能 所以说 其实这边有两个体数模型 一个大了 一个小了 然后就是 把那个 不是 不是 我要重新布线吧 这些砖缓 其实没什么 然后这个就会报尔并算的 不是 这个 就是刚才的模型 跟那个 这个 其实 这点 这条的话就是 把这个模型 变成那个 因为 就是最初导入的模型 它 线比较低嘛 你刚才那破损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是特别那个 锯齿啊什么的 特别那个 不是很规则 我之前的话 就 线比较低 然后我这个是 加面 加线 就是把这个 多边形 不行 就是 哎 就是 对 你看 这点就是把这些多边形 加线 这个加线 是不影响幽规的 只是单独的 就是根据那个 算法 把那个 本来一条线 就是 规短的加线 这个的话 对它爆尔运算以后 就能生成那种 边缘 比较 变化更多一点的破损 然后这点就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下屋就是做那个砖子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固定 其实是有点 有点复杂 这个其实 我也是 也是跟着教程来的 这我自己来不了 但是 就是整个 这一点就是 比较牛逼 就是 它把这个模型 就是解算成这种点 它就是 你说 这就是一个分辨率嘛 最小的BOX 然后 它解算成一种 把这个BOX 分辨率变高了 然后 然后 就是 它把一个 把多根型变成一堆点 然后这点跟着节奏走了 然后 删除那个 就是 这是放砖嘛 就是有些窗户 这窗户 不可能有砖 只是在那个 支柱的地方 或者你想要 让它有砖的地方 让它有砖 就是把那些没用的 不想有砖的地方 删除了 然后 就是跟这些 固定有关 然后 这个 这就是砖了 砖的话 其实 这是确定一个 墙的厚度嘛 墙的话 这么厚 然后 生成一根线 然后这个线 就是 这上面会 这线上面有三个点 然后 就是这个墙的厚度 就是三块砖 然后把这个 线赋予到这些点上 这是生成一个 墙的厚度 然后 这个就是 把一些成合的 成合的线删去 然后 就是 这个就是根据 刚才那个 不是有 大体树 小体树 中间的那个部分 就是 红颜权的话 就是三去的 因为这些地方 是那个 被波尔运删掉 就没有 然后 剩下这块部分的话 就是大体树 小体树 中间的部分 这块是有砖的 然后 就是 就把这个砖留下来 然后 在这块的话 就是砖 这个砖的话 其实我这里头 是在糊定里面生成的 然后 你也可以在外部 就是引擎一头的 生成砖 这是可以的 然后 就是 我这里头生成三种砖 然后在里头 糊定里头长的优微 你看 刚才那个 是优微 这砖 三种砖 三种优微 不一样的 有没有 手中挪了一点点 就是 这里头有三种砖 所以这个砖 我生成了三种砖 然后 波尔运删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 完全可以在 那个引擎里头 就是 导入 用引擎里头 这个没必要自己做 然后 这些砖 就是 拷贝突快的 这些砖的话 拷贝到这些点上的 然后就生成这种砖 然后 在这里头的话 这可能需要 就是 把这个研设 把这个研设 调整一些 然后 这里头 同时 我记得这里头 好像还有一个节点 会让一个砖 稍微 触开一些 对 你看 现在的砖 刚才砖是整齐的 这里头反正是有一个 就是 有一个 需要一些编程 还是什么东西 可以让一个砖 也不是编程 就是一个 一个节点功能 可以让那个砖 稍微粗位一些 变得自然一些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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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没了 上了 然后大概就这样 最后 这个建筑就生成了 然后最后的话 那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形状要符合 刚才那个 就是这儿 这儿 会发现有一些 错位是什么的 成了这个问题 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 然后 就 这后面的话 其实 后面 然后这块 就是赋予材质 然后把这个整理以后 这个点给关了 看 这是有一些显示问题 然后 然后赋予材质 就是把这个东西分开 比如说 这个的话 是那个底下围栏 什么 就分开以后 给它赋予不同的材质 就 重新再合在一起 就 最后 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删了 你会发现 这儿以前有一些 很多没有用的数据 之前的 group 什么的 在这里头把它清理掉 变成干净的东西 所以我把这个法线调整一下 这为什么是黑的东西 就是这个的话 是一些 比如说 让它给它顶点设 这个的话 建筑和那个 色彩会有一些变化 其实这个是一个 就是让这个建筑顶点设 然后把顶点设 转换成那个 最后就出来 导出了 这就是这个 刚才这个鱼子键的 那个 所有东西 因为这个是一个 就是整个试录的话 主要有两点 就是那个插砖 它是一个 是微转换的 就是把这个多变形 变成一堆点 然后你可以确定 点 还有就是那个 包的认算 就刚才那个 把一些东 把这些包 变成体树模型 然后这些是两个 两个就是 转换点 就是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其他的话 就没什么 就是这些 算是一个新的方法 然后 也差不多这样的 本来如果大家想听了 就是大家内的 就是大概 还有就是 嗯 可以想 先转一下地形的那一块 这个建筑的原视频 是有的 网上有吗 这个就是这支视频 网上 有是有 但是那个 这个其实是有 其实我学习 虎丁尼的一些主要教程 其实现在是唯一的教程 就是这个 它官网 它官网的话 它会有虎丁尼 就是虎丁尼的官网 虎丁尼的官网 虎丁尼的官网的话 然后有些 呃 真的说 对 因为基本上 现在是出一个 我就看一个吧 这个我也看了 就是之前先讲到这个 现在没时间了 不如push人 嗯 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其实原来是这个 大概是七八月份 建建模的话 我看了这个 就是我跟他建把刀 然后我基本上知道 怎么回事了 然后 那个 那个 就像这个 它这个 其实它这个 还是满足 它有桥 还有那个 能生成那个桥 那个 然后 它是整个 就是这个建筑 跟那个地形 变成一个 玉制间 就不像我是分开的 因为那个 变成一个的话 太慢了 所以这个场景中 就是所有东西 包括每个石头 每个树 包括这个桥 这个东西都是虎丁尼做的 就是 就是 我是把那个 单独分开一个 这个给你们讲 而且我比它 稍微 增进了一点 就是 这个场景中 所有东西 都是虎丁尼做好 然后其实 导致虚幻寺 就是一件生成的场景 可能背景 远景是 就是 就是这个 包括这些石头 没有插 都是虎丁尼头 电汉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单独的 就是 这个场景中 所有东西 都是可以 那个 都是一个 这个 这也是单独的 然后 才是这个 把它讲一下 才是那个 就是 你看看 它导致虚 生成一个 地形 然后就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一个 就是 layout的工具 但这个layout的工具 现在区画师默认的有这个工具 比它的好很多 就是 你可以 进一种 本来我以前可以展示一下这个 其实 它为什么这个这么快呢 因为它那个地形的那个 金额数比较低 它的地形可能也就是256 一般游戏的话 可能是1022 就比较慢 这就是那个地形 就是可以在上面 拉一些那个曲线 然后生成了一个 生成了一个 那个 那个 铁轨 然后这个做做桥 这个其实我之前那个场景中 也有一个桥 也是用这种方法做的 然后它这个材质的话 其实是那个 嗯 它那是 它是那个 那叫什么枕 是换铁车吧 它其实是根据 它就一个配这个color 然后把它映射到这个材质 其实那个面数特别变 它那里拉出那个式 它全是多变细 然后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 它那个报告就可以调整的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 因为这是建筑 然后 然后 这也是一个可以打开 变成一个开关 然后根据这个曲率 生成这个石头 这个现在需要一些三地数学 一些 不过其实也 其实你学了以后发现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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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 就是有些东西 你看到教程能做出来 就就 就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 你看到教程 一秒一秒看就看 做不出来 那就有点难 就这个 就这个 就是没办法 就整个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报告 然后 就它就只有一个HDA 只有一个HDA 只有一个HDA 它是实施的 其实这个 啊 好像是三地数 对 只要整个报告 这是火箭里头 这是因为每一个模块 它分离开 我刚才给他讲的 可能就是这里头的一个格子 但是它这个是每一个 每一个模块 就是这一步一步的下来 就是这个系统是比较负责的 就像玉碧它的系统 可能连的特别负责 而且 但是这种每一个东西都 其实是可以独立出来 然后它只能连在一起 然后它可能它的电脑比较好 很实际 一般就是做好 很实际 就是那些电脑 可能内存都 都是一直 1.2.2 甚至特别 特别大 所以 我觉得它还不算特别 但是我是特别 可能这个系统 大概就这样了 这会展望一下的话 大概就这样 就是展望一下 虎地利 因为虎地利 这个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2020年的那个 虎地利 官方的 它生成了一些 嗯 就是 就是 展示一下 什么游戏是拿虎地利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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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比较多的 还是关于特效的 喝水 或者什么的 就是 还是特效比较多吧 就是 展望 展望一下 因为虎地利 我对我来说 就是破水 什么 它做得比较 对我来说 虎地利的本质是体数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虚幻 下一代以前 如果虚幻六 或者虚幻七的话 像我刚才说的是,它是可以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想做一个桌子,就是它才是什么的,是一对表达士,你不需要就是,怎么说的就是,它是这么体术,就是你的电脑好的话,你可以从分子开始刷你的桌子,如果你电脑好的话,它就是一个大爆石爆,就是说,它是一个体术,我这个概念, 这些可能会更加真实的一些,对,破损,而且就是,这个东西输入的东西,它可以说,它都是液态的,讲究你能够的,就是随便变,反正这边体术就感觉很神奇的,之前网上看就是,世界上经济有首个体术引擎,就是游戏引擎,它有点像我的世界那样的,就是这个三个不论,还有不准主,所以,反正就是, 就是,它是一个体术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应该是,这概念就是,应该是, 有点像例子的,就是,它所有东西的话,是换一种式微的,可能,现在BTR,下一代就是重新体术,它就是从分子,从结构开始模拟这个材料,而不是从BTR, 因为,有时候,学姐有点,就是,觉得有点折到的,就是,它真的是换一口,它换一口,吃回来,它就不准主,三一期了,它就不准主了,然后, 反正,就是,而且它对,其实它对中小团的独立游戏,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它可以定义,定义规则的,就是,它也可以,就是,结合一些玩法,反正, 就是,这一般独立有些,小公司的话,反而肯定会用的,大概会多一些,它有一些,就是, 就是,核心的玩法,或者一些创新点的话,就是,传统方式不行的话,可以拿肯定义来使用, 一些破坏流水的,一些破坏文法,就是一些创造文法,就是,这种地符,随机生成地符,还是, 很重要的,就是,还有这些,好像是,这些,这些三十的,都是可以,能够,就是, 用那老师的一种东西,快速生成,当然,植物也可以,植物, 植物,那种植物,那种植物,那种植物,就,就,压倒,这么大,那就是,破水, 但是,这个东西说出来的,还是很处杂的,而且就是,如果,就是,像刚才这种东西, 其实,很多功能,在虚幻四,不如困难已经实现了,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 再往下出,这个开出,越来越深,但是,如果你不想出的话,也没办法, 因为虚幻四,它很多功能,都会整合在里头,就是,这个,毕竟,那个, iPad,收购了,虚幻四,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虚幻四, 4.26的体积云,也是,虚幻四,也是那个,体积云嘛,也,就是, 很多方法,其实,很多东西,慢慢的虚幻四,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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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会,会远进去,虚幻四还是蛮强的,然后,就是,就是这些, 来,慢慢,时间超了,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拜忙,